現在開始上床陣的鹽 第一個 鹽類概述 什麼是鹽類 金屬加非金屬構成的化合物叫鹽類 金屬可以改成鞍根 非金屬可以改成酸根 所以金屬或鞍根化合非金屬或酸根叫做 鹽類 金屬加非金屬 鹽類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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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像精緻編嘛 精緻編嘛 鞍根 被地圖也改成酸根 這樣的東西叫做所謂的眼淚 兩個方法產生眼淚 第一個比較重要 我們教過的 酸鹼綜合 酸加鹼會產生鹽加水 酸加鹼會產生鹽加水 這比較重要 另外一個我們也教過 可是我們講的是後面那個 這樣講前面那個 活性大的金屬加西酸 當初交這個的重點是什麼 會產生氫氣 那另外一個是鹽 所以呢 氫加上硫酸產生氫氣加硫酸心 硫酸心就是鹽類 OK 所以我們平常講的重點是那個氫氣 活性大的金屬加西酸會產生氫氣 酸的通心的重點 這樣東西的重點 OK 眼淚太多種了 所以基本上沒有通信 大家都怎樣 大家都講沒有這個東西 我們國中所欠的眼淚幾乎都是白色的 我們國中所欠的沉淀幾乎都是白色的 所以你只要把不是白色的給我雞就可以 把不是白的雞就可以了 牆都是白的 點化鉛 硫酸碟是黃色 硫酸碟現在沒有膠了 來講一下 點化鉛以後會出現 點化鉛以後會出現 黃的 硫酸銅 學過了 硫水硫酸銅跟無水硫酸銅 顏色要背 顏色要記 在前面學過 顏色不一定 大部分是白色的 國中化當的白的 有幾個不是白的 把不是白的記好 把不是白色的記好 融解度 我們告訴你的大部分都會融 有一些不會融 這是重點不會融的 鹼土足的碳酸鹽跟硫酸鹽不會融 OK 點化鉛也不會融 綠化銀也不會融 點化鉛後會不會焦 它不會融 OK 那講過這個鹼土足的碳酸鹽硫酸的 硫酸鹽是重點 它都白白的 都是白色的 酸鹼性不一定 有的會酸性 有的會中性 有的會鹼性 原則上酸鹼中和產生鹽加水 原則上強酸加強鹼的是中性 強鹼加弱酸的是鹼性 強酸加弱鹼的是酸性 不過我們國中基本上沒有焦 我們國中給你的例子都是強酸加上強鹼 所以基本上都是什麼 中性 中性 那我們有介紹鹼類對不對 我們有介紹鹼類 這個鹼類 倒會介紹 A鹼類 B鹼類 C鹼類 我們介紹的碳酸 鈉跟碳酸氫鈉 水溶液是鹼性的 我們還有介紹的濾化鈉 水溶液呢 是中性的 國中克盆裡面 沒有焦 融與水是酸性的鹼類 國中克盆裡面沒有焦 融與水會成酸性的 只有那個鹼性的 弱鹼性的跟中性 同融性的 特本裡面沒有加酸性的 最後所謂的鹼類的鈣素 大致上的通性 對不起 沒有通性 大致上的狀況 把一些什麼 誰會沉澱那些顏色 記好就可以了 可以嗎 可以